社工師的專業背景 並用在長照的工作當中 為自己加分 新北市第一屆長照卓越獎 共有26名優秀人員 和8家長照機構獲獎 希望藉由表揚機優團體和人員 提升長照品質 服務新北市14多萬名失能者 在長照6年的經驗服務 超過1000位的案 我們再次把財務商限給年齡 截至今年2月 新北市有1400多名長照從業人員 和將近13000名照顧服務員 數量是全台灣最多 另外長照服務特約加速 也已經超過1400家 新北市第一屆 開始辦長照卓越獎 絕對不會只有第一屆 永遠會辦下去 明年台灣將邁入超高齡社會 每五個人就有一人是65歲以上 目前新北市65歲以上老年人口 已經超過73萬人 希望連結長照專業團隊 整合居家和社區照顧模式 達到在地老化理想 打造長者幸福城市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